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的这位呢 可能这个电视机前的长辈都认识他 他正是纪宝如昔日被认为是天才童星 在当年红得不得了 那么今天他召开了一场记者会 他要告诉大家 他大义灭亲 报警抓了吸毒的二儿子 当然这个过程呢 对于一个母亲来讲不好受 不过大家也问到了一个问题 因为他跟于天是亲戚要叫于天大伯 那么他对于大伯的儿子于祥群的看法时 纪宝如用太善良这三个字来形容 跟我讲说妈妈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 我如果现在没有这样子对你 未来你会恨我 眼眶泛泪充满不舍 被封为天才童星的艺人 纪宝如大义灭亲 报警检举二儿子吸毒还贩毒 我曾经带他去找过方式 到医院去 但是最后他还是一样在吸 所以我才会报警抓他 五年前纪宝如发现儿子嗑药 劝他悔改不听 还送到彰化基督教医院隔离 最后忍痛报警 如今他服刑一年四个月 母子感情一望如洗 好再一句跟各位对不起 对不起我不好意思 对孩子教养 有沉重经验的纪宝如 面对侄子于祥全相当宽容 于祥全不但吸食大马 酒后驾车还因为参加歌唱比赛 遭到批评情绪失控 他说因为余祥全太善良 其实祥全就是一个善良的孩子 很单纯 余家的小孩子我只能讲就是单纯 余祥全现在完全在处理这个旅行社的事情 统统他在 统统他在处理 姬宝如出新书 大伯于天除名立挺 他说余祥全已经改行 好好的在工作 希望外界不要再拿放大镜 给年轻人多一点机会 周庆轩与洛伟来相陪 SNG小组台北什么的 全域 100 1